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二楼民宅内熊熊烈火 伴随浓浓黑烟直颤天际 消防人员获报后抵达赶紧扑灭火势 现场相当凌乱 附近居民也都纷纷跑出来查看 带你来看一段稍早前消防人员的访问 我们大概在7点左右 街报在这边有一个民宅 有火势串出有明火串出 那我们到达途中就发现农员非常大 那所以总计派出19车42人 那到达现场发现是一个两楼的一个干购的结构 那没有人员受困 那也没有人烧之余 那经过抢救之后 已经顺利出面 事发在16号早上7点多 台南安南区海电路一处木造民宅内 疑似电线轴火 起火燃烧 因为屋内大批电脑零件 导致现场火势猛烈 首先屋主及时逃出 而附近居民发现也赶紧通报 消防人员抵达后 约25分钟的时间控制住火势 现场无人伤亡